如果奥运会是比颜值的话 那么哪个国家能获得金牌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代表德国出场的艾利卡施密特 这名选手身高1米75体重55公斤 白米最好成绩是11秒84 接下来出场的是俄罗斯代表波琳娜帕费连科 这位小姐姐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这头迷人的金色长发了 看她跳动起来的感觉真的是田径场上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啊 但是你敢相信吗 西班牙跳高选手劳拉马丁内斯甚至比她还要美 这位选手拥有一张堪称精灵般的脸蛋 然而在接下来这位希腊跳高选手面前 劳拉马丁内斯也瞬间不香了 因为她还多出了一道让维密超模都会感到羡慕的一米八大长腿 为了剪出这位运动员更精彩的视频 我特意换了新电脑方便多了 哎你们买了新的就的都怎么处理的 像我换下来的就手机平板手表 都会叫个转转上门回收 他们价格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 我那台苹果电脑都卖了4300 当场就拿钱太爽了 推荐你也去赚赚回收 看完西班牙选手 我们再来看看意大利跳高运动员马尔塔乔瓦尼 这位选手无论颜值还是身材 都堪称田径场上的天花板 而且成绩也是世界前三的水平 最后再来看看我国选手夏思宁 那么大家觉得谁赢了呢 抖音